7日曰午時 有警員駕駛警車在龍祥道巡邏期間 發現一名私家車司機行駛時 使用手提電話 於是示意司機停車授查 為對方未有理會 更加速駛入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離開 警方未隨沿路追折 私家車駛出大老山隧道後 在駛往獅子山隧道截返九龍至臨興街及臨利街交界之際 該司機倒車與一輛警察電單車相撞 攝氏私家車再向前撞另一輛警車 最終在弘基街上遇上塞車 被警方截停 網上流傳一段車鏡片段 顯示一名交通警員在九龍灣上前撤查時一度禽槍 其他警察則在後方包抄手持警棍猛搏攝氏私家車的車窗 隨後打開車門將司機制服 另有車鏡片段 拍到三名交通警員駕駛電單車與攝氏私家車在獅子山隧道追逐 該名男司機姓蘇59歲 未有受傷 為其於車上的6歲兒子 須送往伊利莎白醫院致利 乘訴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刑事毀壞 對鎖看管兒童或少年 虐待或忽略 停車期間駕駛 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以及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被捕